微软9月13日发布公告 宣称收到字节跳动正式通知 他们将不会出售TikTok美国业务给微软 谈判正式告吹 分析人士普遍表示字节跳动在特朗普给TikTok大线 也就是9月15日前一天突然拒绝微软收购 充分表明了他们拒绝彻底卖断TikTok的美国业务 这与特朗普原先不卖断就推出的规划大相径庭 微软在声明中还表示 他们向字节跳动提出了收购协议 将在保护国家安全利益的同时 有利于TikTok用户 要做到这一点 我们必须做出重大的改变 以确保服务符合安全隐私 在线安全和打击虚假信息的最高标准 我们也在8月份的声明中明确了这些原则 期待看到TikTok在美业务的这些重要领域的发展 这个声明颇有将字节跳动军的意味 据了解 微软突然出局的原因 很有可能是微软想要收购TikTok的业务加算法 不留给字节跳动任何的股份 这是字节跳动乃至中国政府无法接受的 因为此前中国商务部与科技部 于8月28日联合发布 关于调整发布中国禁止出口 限制出口技术目录的公告 对中国科技公司技术出口的相关业务做了严格的控制 那么微软被拒 另一位收购任门候选人甲骨文似乎成了最后的赢家 根据英国《金融时报》透露的消息 字节跳动已与甲骨文就TikTok的美国业务 达成了初步的技术合作伙伴协议 但该协议不包含全面出售TikTok 如果出售TikTok不包含算法 那么收购价格将会低很多 据了解 甲骨文正在与一些持有字节跳动股份的美国投资者 包括范大西洋和红山资本开展合作 准备以200亿美元现金及股票收购TikTok业务 民意中的交易将包含100亿美元现金 100亿美元甲骨文股份 以及未来两年TikTok母公司字节跳动 将可获得TikTok每年一半的利润 除了大资本站台之外 甲骨文此前也获得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大力支持 上个月特朗普称甲骨文是一家很棒的公司 如果收购TikTok美国业务一定能做得很好 甲骨文公司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艾利森 是特朗普的支持者 今年2月还曾帮助特朗普举办募款活动 正如前文所说 甲骨文与字节跳动之间达成的协议 类似于一种重组方案 而并非全部出售 字节跳动将不会将TikTok美国分公司出售给甲骨文 而只是让其购买部分股权的方式入主TikTok 让甲骨文成为TikTok在美国的信任技术合作伙伴 管理美国用户的数据成为TikTok的最大背书人 这让甲骨文的好朋友特朗普又为难了 因为这显而易见违背了特朗普的不卖断就推出的原则 所以这种交易的成功与否 白宫最终是否批准成为了最终的决定性因素 关于白宫是否会批准大家心中都没有明确的答案 但是显而易见这个决定非常难做 如果白宫最终批准交易 这无益于特朗普自己打自己的脸 同时也相当于向中国政府妥协 但如果白宫没有批准甲骨文收购案 那很有可能TikTok将会顺势退出美国市场 特朗普后续如何贯彻禁令 以及安抚可能不满的数以万计的TikTok年轻用户 将会成为非常大的挑战 同时TikTok美国业务虽然由中方公司控制 但是其背后众多大股东是美方赛团 如果退出美国 相当于他们的投资彻底打了水漂 这些人是特朗普不愿意得罪 也不好得罪的 特别是在大选之际 这可能会让手握选票的年轻人 以及各路财团直接战编特朗普的对手拜登 TikTok的收购案发展至今 可能特朗普都没有想到 最终球又踢回到了自己的场中 并且接下来往哪边开球 似乎都有众多隐患 这该如何是好呢 小编也不知 只能为大家持续关注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